現在才知道 寶貝不公 亂象多 菁美美 是 妳有投保健保嗎 一定要啊 就是台灣的人民一定要 對 那我們以前有一代健保 虧損勒勒 所以現在政府就太空 太香 開始要到威錢了 所以二代健保明年開始要實施 對 你知道最近其實在看新聞 真的二代健保聽說要上路 但是搞得全國人民 而且我們都搞不清楚 到底要怎麼個腳法 妳可以打電話去問啊 有啊 我就上網看 然後衛生署上面就會寫說 我跟你講喔 二代健保一上路 對全民都有好處 然後呢 會讓那個收入少的人 能負擔更少 真的嗎 請上請問您 二代健保還沒有 實施已經被人批評是 爬帶的健保 因為它有不同收入 不同的一個補充寶費 那有一些人不用繳 有一些人要繳 那到底要繳不用繳 你我都不知道 趕快先來歡迎我們今天 不知道的來賓們 大家一起來了解一下 歡迎何豪傑 好 謝謝你們好 大家好 現在才知道健保要補腳 真的好 沒錯 歡迎文婉 你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問了兩天了 搞不清楚 參加 今天好好來聊聊 好 最後歡迎仁豪 先生好 謝謝妳好 大家好 我已經退了很多錢 我為什麼還要多繳健保費 所以我們今天也請到 兩位專家我的好朋友 尹綺 大家好 各位 大家好 現在我們就要來比一比啦 這個新生Baby的條件 爸爸或媽媽月薪七碗 那憲哥手上拿的是什麼 這裡有某一個股票大股 不是憲哥 不是我 不是你 那你的新生的Baby 到底要繳的是比他多 還是比他少 我覺得應該比他少吧 因為剛剛憲哥不是講了嗎 應該少很多才對啊 對啊 這是收入少的 靜美也有講 收入少的要繳得更少 對 衛生署是這樣就是在網站上 教我們 對 所以你覺得新生Baby要繳比較少 一定比股市大亨少 股市大亨多有錢啊 我們先看一下 股市大亨要繳的健保費用是 749塊 好 749 那一定比較便宜的啊 來 對啊 749塊 哇塞 1129塊 不是 他是新生兒耶 New gone baby耶 他現在只會哭而已 對 他連賺錢的人應該都沒有 他有辦法沒有啦 等一下 憲哥 如果這個股市大亨剛好又生了 新生兒的話 那他更慘囉 欸 對 對不對 對 這股市大亨剛生的新生兒 他也是一樣 頂著腳去奶油吧 對 因為他醫護在他爸爸 沒錯 什麼東西啊 是用父母來賺 然後你是虧更多耶 因為你知道你的小孩子會怎麼繳1129塊嗎 為什麼 因為他是很好的小孩子 他收入多 他一個月收入7萬 股市大亨收入就少了啊 我月薪才7萬耶 那 云琪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現象 好像大家都很不服氣 我跟大家先解釋一下 現在那個 憲哥拿的這個股市大亨 還有新生兒 baby 現在的那個健保費用啊 這個是 一代健保 因為股市大亨沒有薪資所得 所以他是用最低的極具 18780 去換算成他的投保金額 他是加入公費嘛 鋼灰 對 所以他只要749元 但薪水上班族呢 就是用月薪來看 你這個極具的話 他要繳的健保費用是1129 就是一代健保 大家都覺得非常不公平對不對 所以啊 政府要推二代健保啊 推了二代健保之後 鼓勵所得 股市大亨賺的鼓勵所得 就要交 補充保費 對 所以他的原始的出發點 就是真的是要 解剖四平 本來一般的所有的我們過去的 平均收費的一個成本是 5.17% 那本來政府就跟馬總統 在競選年齡的時候說 那85%給他降下來 嗯 變成 4.91% 那這樣的話 大家都85%都收費啊 對啊 那其他15%的有錢人 啊 不好意思 你們就多少做一些選書 那多繳一點 這樣聽得下去嘛 聽得下去嗎 可以啊 但是我們二代健保 他有一個委員會他說 這樣不行 這樣算起來 那個補充保費還是不夠 因為現在補充保費 只有208億 對 可以多徵收208億 208億對健保 現在每天15億的支出來講 一年五十二禮拜 只有兩禮拜 為了這兩禮拜 沒那麼大顆冰 四顆冰 算不算 那乾脆 當初馬總統講那個 5.17%降到4.91% 不要 我們不要降 可是我覺得台灣的健保 一直我心中有一個疑問 比方我請問一下林總編 從國外回來的朋友 他們旅居國外長期 可是呢 為什麼這麼多旅居國外的華僑 他都趕回台灣來看病 現在在這個部分 有做一個修改 在二代健保的部分 本來是四個月嘛 就是他有那個 他回來台灣 那現在是說 他必須在兩年之內 在台灣有救保的紀錄 兩年之內 兩年之內 他有繳費 只要有補 兩年之內 兩年之內他有繳費的紀錄 所以不能中斷喔 所以兩年之內 對 兩年之內我們只要繳費 要一次就好啦 憲哥有沒有聽懂 兩年之內 成就好 成就一次就好 這個字眼我很仔細的看 這後一本的健保 二代健保的重點 你也講得非常的清楚 他有一個限制喔 你也說立一次 譬如說你在國外生小孩子對不對 我回來台灣可能沒有健保 我可以看 你會先落 但是過去你要等四個月以後 這才可以看病 喔 有一個等待期就對了 這四個月過一後 你才可以用健保下去看 那現在改成 六個月 拉長 把時間拉長啦 是是 定義說事實上就是說 不要讓你住在國外 就打拳 你就回來台灣看這裡水氣啦 看這裡三個月不月這樣就對了 那曾先生今天 要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到底有哪些所得 是要補交保費的 對 現在在二代健保開始 那總共會有六個項目的 是 那其中第一個項目就是說 我們這個年終獎金 每一年到二月 我們都給年終獎金 這個部分就會算入 補充保費的項目 還包括三個獎金 什麼中秋啦 端午啦 這個要扣喔 那些都總是要的 金資以外的說得 金資以外你都總是要的 那還有什麼弘利啦 像我們自己當分析師的 偶爾會拿到一小小的弘利有沒有 我也是這樣 也是標籤的一樣 是 那再來第二項的話就是在 兼職所得 那兼職所得就是說 像我現在的日子頭工作 不是我想說要去做一個賣當勞 或是去打工 通常有這個也要喔 這個也要 現在高級不好我也是要打工 這樣喔 也是要的 所以也很為難 我也會去拿工 是… 對啦 再來執行業務 執行業務就是說 包括演講啦 公務費啦 車馬費啦 公眾 我們都公眾啦 大家都公眾啦 我都公眾啦 再來的話 第四個的話就是像股息啊 股利利息這些 再來就是租金 租金的話也是 因為說都是你 本業額外的收入 這些東西 都是以二代健保來說就是標的 如果說它的虧損那麼大的話 它應該想辦法就說不要去增加醫療浪費 像很多人就是動不動啊 就是感冒什麼 就去那個上大醫院去拿藥 那像我我岳母 我岳母八十幾歲 那年紀算很大 是 那她上個月開一個叫做那個 寬關節 她走路不能走 對 沒錯 很多對不對 而且她一跌倒都是那個部位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她並不是說 譬如說是我們割盲腸啦 或者割什麼 那就是要自費 對 她竟然要自費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八十幾歲的老太太 然後不能走路去開刀 說那個地方是健保不給付的 所以我們就覺得說 有些有錢人 他像股市大生繳749塊 我覺得不合理 我們要改 對 但是有一些我們小老百姓 我們需要一個老太太不能走路 去開個刀 你說那個是要自費 我就覺得說 那我們今天的保障在哪裡 但是我跟你說一行 這是我現在有聽到的 一般你說股市大亨有錢人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保便那麼低 因為他 看電不用健保 他都用最好的 竟然有人這樣說 他都用最好的 譬如說你講的 你都用智慧的 我這些東西我都用中進口 我完全是進口的 我不用用你健保幾副的 我不需要你健保幾副 我都直接用我自費OK 對那是股市大亨 可是我們只是一般小老百姓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我覺得呢 鄭大哥意思是說 那我腳740幾萬 我是做功德 對啊 我沒有用到 我用那個健保的資源 我剛剛有講 健保卡 是有人這樣講 是有人這樣講 對 話不差 好 那民眾呢 到底該如何來算 我們先來問問大家 我們來看一下狀況一 文婉潔你手上拿的是 我們講到薪資的部分 我年收入就是52萬 我要先講 這個是薪資固定的 可是我薪資的內容裡面呢 其實52萬怎麼來的呢 其實我的月薪呢 底薪才2萬 可是我每個月呢 大概有2萬的業績獎金 等於社會新鮮人啦 沒錯 那這個就是我要去做業績 才有的獎金 然後再加上兩個月的年終 對 幸福工作一整年 52萬 對 豪姐 那我呢就是月薪4萬的一般 固定我沒有獎金 我就是4萬的 內勤的 對對對 4萬塊 那12個月就48萬 那我年終獎金1萬塊 所以加起來是50萬 應該跟文婉是一樣的啦 所以呢 月薪 年終獎金不一定嘛 對不對 月薪多的人 我個人認為他應該要多繳一點 對不對 他在住穩定的時候 對啦 因為業績這個是浮動的 對 不定就對了 是 好 那我們先請文婉幫我們看一下 主持人的寶費是3992 是 好 那我業績比較高一點 那你應該要4-5千塊 基本的邏輯就是要多 什麼鬼啦 什麼鬼 誇張 喂 真的假的啦 有沒有算錯啊 二代健保所講的就是 薪資所得以外 比如說在獎金的部分 只要超過你的月薪的四倍 就要特補充保費 所以呢 月薪4萬 他全部都算薪資所得 是 他不用繳補充保費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非常的清楚喔 我們以第一個是月薪2萬的 那個社會新鮮人來看 以限制來講 他一個月的那個月薪保費 一代的部分是3288 但是在他的獎金 他每個月有2萬嘛 所以2萬乘以12 再加兩個月的獎金之後 扣掉他原來的薪資的4倍 因為超過4倍嘛 4倍以上的才要再加補充保費 算出來他一年要繳3992 加上原來的保費 剛剛憲哥有講 本來說費率要調價 但是現在又維持不調價 所以他總共加起來 一代加補充保費 要繳7280 加這麼多 對 一年的 一年 多出那麼多錢 騙人的 就做很多事情 那月薪4萬的人呢 他現在在一代健保的部分 是547乘12 所以他的繳是6564 但是他不用繳補充保費 所以他一年下來繳6564 所以這兩個同樣年薪是52萬 可是一年繳的 健保的保費 差700多塊 還是有差 因為整個二代健保 他並沒有立法通過 可是就目前我們所收到的訊息裡面 的確就是這樣 他就是要從薪資以外的獎金 紅利 剛剛曾老師所講的等等的 這些薪資以外的所得都要可稅 但是這當中呢 可能可以跟雇主這邊做一些討論 就是你把獎金挪成別的名目 什麼名目 加班費 加班費就不在這邊 加班費有一個限額 勞機法有控制 沒有 他有一個限額 一個月不能超過46個小時 對… 所以你可以把部分挪到這邊來做 所以當中有一些小辦法 要公司雇主這邊願意去幫你做 這樣的一個調整 其實還有一個辦法 因為像我自己 我拿一看我自己的薪水非常低 給我看一下 哇… 直接給我們看薪資 對 直接看我的薪資 那你注意看 其實這裡的重點 並不是在你的戶頭裡面 零到多少錢 而是你的投保單位 幫你投保多少錢 對… 所以這個獎金 急速 譬如說假設你月薪是5萬塊對不對 可是老闆可能跟你投保2萬塊 那你2萬塊 2萬4個2萬是8萬 也就是說其實你只要差3個月的獎金 一般我們想像4個月的獎金是20萬對不對 抱歉 它是用2萬塊 下去乘以48萬 對… 聽得懂我意思嗎 是… 這是很關鍵的地方 絕對要看你薪資條裡面的什麼東西 你的健保費 這個等級在哪裡 這就是老闆替你投保的那一個級距 是用這個數字來算 所以你注意看我的本縫是多少 我的本縫4萬多塊 對… 將近5萬塊 對… OK好 可是我的健保級距卻是在 3萬6千塊 嗯… 所以是從3萬6千塊下去算喔 不是你原來的5萬塊下去算喔 喔 從你的級距去算 基本上不到4個月 3個月以… 大概3個多月就可以扣得到你的健保費 對… 這個要注意 所以一定要拿薪資條 所以這個地方會衍生一個問題是什麼 第一個 勞工 就剛才你剛剛講的 對 我可能我底薪很低對不對 我跟老闆說抱歉 老闆我既然你中間 你底薪我比較高 但是老闆沒了 老闆一定願意 老闆沒了 因為老闆那塊比較大塊 對 現在二代健保 因為他的獎金 獎金跟他付出薪資的 不過他總支出 總支付給員工的 總額要減掉薪資以外 他還是要扣補充保費 所以老闆賣費 對 所以老闆這個時候 他可能就要去 可是問題 民眾邊這樣子講起來的話 企業主他們變得多了一個風險 就是說 我原來可以評估 我一年 我到了年底 我這個公司營運 到底就是盈餘有多少 我來決定我的獎金 現在變成說 公司整個成本企業主 他們的成本拉高了 所以啊 我們去聽說明會的時候啊 公家機關的人都講說 好可怕 沒有拿企業主呢 不過他有 我放一條路給你剝下去 他有路 就是說今年的稅金 你算算的來說 譬如說 比一個 假設我今天100萬對不對 那我付給員工是50萬 是不是有多少50萬 老闆賺50萬 這50萬剩2% 你不要現在沒辦法 你明明才沒 有一年時間讓你寬寬 有寬限期 他不一定說我馬上就要繳 所以他有分月繳 或者是年繳 這都可以就對了 好 狀況二是 仁豪的月薪5萬 跟豪傑的月薪5萬 兩個都一樣 我就是正常在一般公司 上班的小主管 所以我一個月呢 就領5萬塊的正常的薪水 單一領5萬 像我現在就是有兩份工作 平常拍戲 可能可以拿到2.5萬 有時候跑跑終於通告的時候 也有2.5萬 所以加起來差不多5萬塊 對 可是我覺得照這個兩個 看起來的話 豪傑你覺得誰應該繳得多呢 2 應該人好要腳多嘛 來 欸 我不用 5腳啊 來 那政府的邏輯是 還在嗎 二代健保問題多 現場眾人氣瘋頭 國際局他一樣啊 整我們啊 他把所有我們去上任何通告 他變成薪資 他又第二瓶薪資 又要了 好厲害喔 這哪裡有騙名啊 這叫騙 打電視劇集團 打電視劇集團